李小龙在香港拍摄功夫电影期间 曾有一组建龙虎武师特技里加班 他所属意的人中包括张永瀚、陈龙、刘勇、陈慧毅、林正英、洪金宝、袁华等 他们不仅有机会与李小龙共视多部功夫电影 部分人还曾有机会与李小龙 短时期同师同驻同训练 李小龙不仅与他们交流电影中的功夫武打 还教授他们截拳道 给他们以实战武学和技能熏陶 李小龙练之前会准备好一副双杠 双手握住然后摆动自己的下半身 在腹肌与腿部加脚为60度的时候坚持3分钟 做舞组来强化腰腹核心的爆发力 这种练法对腹部力量要求甚高 同样手掌手臂如果没有足够的力量 想坚持3秒都是不可能的 而这一龙其练法是李小龙所创 对腰腹力量的进一步锤炼 这个动作定在空中看起来十分帅气 在身体与地面乘45度时定3分钟 这就是由普通仰卧起坐而变的 高难度腹肌锻炼动作 能提高一个男人的身体各项能力 在劳累中所产生的疲劳现象可 以通过多练腰腹来改善 三五术中古老的技法铁砂掌 李小龙不仅会练基本的速度与爆发力速值 还会练我们所熟知的硬气功 双手交替用尽全力插铁钢珠 一次插300次左右进行四组训练 练完之后会感觉到全身充满了力量 能练到手掌与手指的硬度 这也是为了达到无限制格斗对指力硬度的要求 四铁砂掌是练手指的硬度 而这里小龙二指俯卧撑练的旧 是手指的绝对力量 用二指一组能做200多次 一个大拇指也能做到近100次 这如果是让泰森来做 用指头做俯卧撑一个也是做不了的 两人的目的性完全不同 泰森只会专注练好拳头 为的就是能在擂台规则之下一拳将对手KO 而李小龙会练好身体上的每个部位 拳、腿、指都会练到一个极致的状态 最终能达到在你死我活的格斗上一招必胜